谢谢大家 是这个椅子稍微排了一下 但是没关系各位 无医生有时候离你比较远 但是主耶稣离你很靠近 祂就在你的心里面 祂要保护你 祂要医治你 祂要祝福你 祂要每一天都把你好像一个的孩子 这样抱在祂的胸怀里面 让我们信靠祂 让我们跟从祂 让我们顺服祂 我们就能够同得这个平安 就这我刚才这个境外赞美队 带领我们唱的其中一首的诗歌 耶和华向我们所施的意念 是什么意念呢 是赐平安的意念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呢 祂是要祝福的意念 耶和华向我们怀的意念是什么呢 是要保护我们的意念 耶和华向我们怀的意念是什么呢 是要把我们从百般的苦难 挑战困难当中拯救出来的一个的意念 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你的孩子们在你面前 我们诚心诚意 献上我们的敬拜 主啊 我们巴不得就能够像那些天使一样 围绕在你的宝座前 在你的荣光的照耀下 我们精情的欢呼 我们精情的跳舞 我们精情的来唱诗 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所敬拜 所占领 主啊 当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 当我们完全在我们的全人全灵 全身全意 降服 在你的宝座前的时候 求你再一次用你的荣光来复辟我们 求你再一次用你的意志的力量来复辟我们 求你再一次用你拯救的力量来复辟我们 也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来恩告我们 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贴近你的心 天菩萨帝我们这一段讲到听到的时间 我们就求你 就借着圣灵 亲自来向我们说话 在我们人的缘语里面有时候有许多的限制 但是我们能够在你的灵里面 跟你有一个非常密切的 一个紧密的一个的团契 以至于你的意念能够毫无难阻的 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刚强我们 让我们在这一个怪谬和一个罪恶充满的世代里面 我们能够因着我们被称为是你的子女 因着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 因着有圣灵成为我们的保卫师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 我们能够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不单止如此 我们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真的能够发光成为圆 做主耶稣美好的见证 因此这一段听到讲道的时间里面 求你亲自来激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感受你的医治 感受你的平安 以至于我们深深的能够体会到 你的话语真是又活又真的 让我们顺服在我们聆听的时候 你将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行奇妙的作为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求的 Amen 各位我们继续我们这个 启示录七教会的旅程 我们把这个地图来放大的时候 这个地图就是 当时第一世纪罗马 帝国的一个的版图 你看到那些粉红色的地方 就是那个时候呢 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十年 我们下期待 他被罗马帝国抓了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使徒约翰 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的门徒 就是那个的使徒约翰 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正因为他是一个德高望重 被信徒们非常尊敬的一个长老 那时的别人一来的时候 擒贼先擒王 所以这个罗马帝国就把这个老人家抓了 也不必去立刻处使他 他们认为你已经是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我不需要对你做什么 只要把你放在这个把墨岛里面 这个荒岛里面 哎呀过几年你都会去世了 那个时候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他们没有了他们最敬爱的牧师 他们没有了这个当时还活着的唯一的一个的使徒 然后教会每一天都会面对people跟挑战 各位我所说的这个people呢 不是打你一拳这么容易这么简单 这个people呢真的是生跟死之间的一个people 这个people也是生跟死之间的一个的选择 我们要继续相信耶稣嘛 就继续在这种的people苦难当中 如果我们不要相信耶稣了 可以平安无事的继续过一个良好 罗马公民的日子 你要怎么样的一个的选择 就在这么的一个困难里面 有一天就是主日的时候呢 耶稣这个复活的耶稣 这个荣耀的耶稣向约翰显现 就吩咐他给他看到了一些天上的异象 给他看到了末后世界末后还有新天新地 这样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给他看到撒旦魔鬼 还有那些people教会 people信徒的那些人 最后他们的下场是如何的时候 上帝就耶稣就吩咐他 你要把你所看到的这些异象呢 都写下来 于是就成为我们手中 也是我们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书 启示录 然后呢在第二章到第三章 耶稣就说你先写信给当时这七个教会 我们已经走了不知不觉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今天已经来到第五个教会 然后再一次第六再一次第七 我们就结束这一次的这个旅程 我们拜不得在我们行走在跟随耶稣 也在研读查考这个启示录七教会的时候 神向我们来说话 今天我们来到第五个教会 这个沙迪这个的教会 去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的时间 然后我就带领了 大概有三十位的弟兄姐妹 那一天我们就来到这个沙迪古城的 这个三角下的平原 我就在那边跟他们讲解 特别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段的经文 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跟他们讲这个特殊的一个的地理位置 我跟他们讲这一个的历史 一些发生在这边很重要的一些历史之间 然后我们来查考圣经 因为这个对我们理解这段的经文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看到这个的照片 这个就是当时那个的沙迪 沙迪城呢分为上城跟下城 下城就是一般平民老百姓 就在三角下 然后他们就是安居落约 他们就是在那边每天这样的 过一个日常的生活 上城呢 上城就是当时的那些的高官总督 什么就是皇帝 还有那些的贵族皇亲国戚 住的一个的地方 有时候敌人一来的时候呢 下城的这些的老百姓 就会逃到去上城那边 大家看到这个非常特殊的 这个的地理位置 主耶稣他知道 这个城里面所发生的全部的事情 让我们来看这个启述日 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要请你 奉耶稣的名 打开这段的经文 启述日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让我们不单止听 我们用眼睛看 让我们用心里面来感受 这个圣灵要透过他 当年大概是两千年前 跟沙迪教会所说的话 今天要跟我们说同样的一个的话 我们从那边来学习 我连给大家听 第三章第一节开始 你 当然这一段话就是耶稣所讲的 他就吩咐这个老人家 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你要写信给沙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三帝七灵和七星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安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兼顾那圣下将要衰微的 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 你是怎么样领受 怎么样听见 又怎么样 又要遵守 并且要悔改 若不警醒我必领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领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沙迪 你还有几位 是微诚 误会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 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生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车上 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忠实者面前 认他的名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 特别是最后一节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是这封信是写给当时 这个撒迪教会的 同时也是给 所以耶稣的宗教会 从古时到今天 所以这么说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不要把圣经 把它合起来 继续把它放在我们的手中 让我们继续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看看为什么耶稣 对这间的教会 发出这么 这么纪念 这么严厉 这么严肃的 一个的责备呢 主耶稣知道 这个城市 过去有一个 很辉煌的历史 各位 这个的沙迪 刚才你看到的照片 它有一座的山 山下面都是平原 这个沙迪呢 在古时候呢 是当时五条主要的公路 在汇集的一个的地方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交通 非常便利的一个的地方 各位 如果交通很便利 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 商业的中心 大家都从不同的地方 来做生意 来做生意的时候 有赚钱的机会 有发达的机会 有讨生活的机会 自然而然 人就越来越多了 那个时候呢 这个沙迪城市呢 就成为一个的商业中心 而古代这个 旅底亚王国的首都 就建在沙迪这边 不单止如此 各位 在沙迪 那个的山下面 有一条的河 那条河在古时候呢 是出什么的呢 是出金的 在那边 随便去弄一下 就可以逃到一些的金沙 据说今天金 非常的贵 哎呀那边呢 那个时候 几乎是水手渴的了 就在河那边 逃一下 就有一些的金沙了 各位 古代的金币 gold coin 是在沙迪 这个地方来发明的 哎呀 我们去年去的时候 我就看完下 大家可以去看看 有机会的话 你会逃到一些的沙 没有了 没有金沙了 但是那个时候 沙迪就成为 当时世界 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 一个的城市 应做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应做它的交通的方便 应做它这条河 生产金沙 然后呢 这个城市呢 还出名什么呢 出名是出产 很优质 很优良的羊毛的衣服 当我们看到 那座山的时候 你就看到 为什么他们要把上层 建在上面呢 原来这座山啊 在四面 这座山的四面 东南西北 都是非常斜 几乎是垂直的 一些的悬崖 下面的人呢 很难爬上去 因为都是很滑的 那些的石头 没有长什么的树 给你拉着拉着爬上去 所以呢把这个的城 把这个的城堡 建在这个山上面呢 几乎就是一个 孤落金汤 然后呢 一手难攻的 一个的 非常坚固的堡垒 在上面的人 感觉非常的放心 在上面的人 感觉到 非常的有安全感 在上面的人呢 就是 每天吃喝玩乐 享受 因为呢 敌人是不可能 敌人是不可能 能够攻得上来 这样的一个 非常险要的 一个的山上的堡垒 各位 这个真是杀敌人 从古代 一直以来 他们的一个的骄傲 但是历史 非常真实 非常赤裸裸的 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样 一个 这么坚固的堡垒 这么富有的 一个的城市呢 他在历史上 有两次 被敌人 用同样的方法 攻上去 结果 城破 国家 国破 家亡 主前 就是主耶稣 单身之前 大概 549年 那是 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的军队呢 就来到这边了 这边呢 就是波斯 他要攻打 希腊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地方 波斯帝国很想把这个城市占领下来 然后就以这个城市成为他们继续将希腊进攻的一个的据点 但是围着这个的城啊 围了很久 攻不下来 因为都说了 爬不上去 哎呀 他们在三角下 看着上面 就是干燥机 没有任何的办法攻上去 但是有一天 在三角下的这个波斯的其中一个的将领 他偶尔就发现到上面呢 那个的 那个的兵呢 他的头盔 跌下来了 跌下 从城墙那边跌下来 后来呢 又发现 他又怎么样能够又把那个的头盔 又能够射起来 又带回去城墙上面呢 他们就在想一定有一个的暗道 一定有一个的通道 可以上到城那边去 所以呢 在晚上的时候 这个的将领就带了几个士兵 不是一大堆士兵 几个 趁着晚上 哎 真的找到了那条的通道 然后他们攻上去的时候 他们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们发现 即使已经是晚上 一个守卫的兵都没有 其实他们非常容易的 就把这座 被称为人类当中 最难攻下的城堡呢 不非一兵一足 把它攻下来 为什么会 一个守卫的兵都没有呢 他们太自信了 他们认为敌人是不可能来的 所以不必防守 这件事情发生在主耶稣 主耶稣单身之前549年 大概过了200多年 主耶稣单身之前218年 那时是希腊帝国 希腊帝国的军队也来到这边 已经过了200多年 他们也是围着这个城围攻了 一年攻不上去 后来也是用了同样的方法 攻上去 攻上去的时候 也是同样 一个守卫的兵都没有 各位很显然杀敌人呢 他们没有从历史当中呢 来学习到历史的教训呢 各位一次的失败 我们可以说 哎呀一时之错 两次失败 而且两次失败 是同样的原因的时候 只能够说 这些杀敌人太过自信 以至于呢 失去警醒的心 到来 陈破 活破 家王 家园 亲人 被杀 这样的一个的悲剧 主耶稣 知道 沙底城的 这个的历史 来到了信越 就是这封信写的 那个的年代 沙底城仍然是一个 很富有的 一个的城市 不过呢 表面很 很风光 里面其实已经 开始耗尽 开始走下坡 渐渐被他周围的 一些的城市 以不索啊 我们提过的 以加摩啊 这些的城市呢 慢慢来取代了 但是沙底人呢 沙底人还有 在当中的 这个沙底的教会 还沉醉在过往 我们的 这个的城市 是多么有辉煌的 历史 沉醉在过往的 那些的荣耀当中呢 他们是呈现在 特别是里面 这些的教会 根据这几节经文的 一个的描述 主耶稣责备 这个的教会 是一个呈现散漫 自满 失去活力 甚至是正在死亡的 教会 这个也许是 这七封信里面 主耶稣把话讲得 最严厉的 主耶稣说什么呢 主耶稣的第二节 或者第一节的下半节 按表面看 你是活的 但是实际上 是死的 我看见你的行为 在我的神面前 没有一样东西呢 是完全的 各位我们 真的很难接受 如果有一天 耶稣是这样 得悲我们的话 哎呀 看起来你是活的 哎呀 事奉又多 又热心 又很熟悉圣经 站在讲台 滔滔不绝 讲了就好水 多过茶 又不要下去 但是耶稣说 我知道你累在的情况 其实你是死亡的 我们说耶稣 哪里有 我比很多人好得多了 耶稣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啊 没有一样 在我神面前 是完全的 各位 这个对在 战战自喜 失去这种 属灵警醒的 沙迪教会 是多么残酷的 一个的宣告啊 想象我们是当时 听见的那个人 听在我们耳朵当中 我们是多么难 接受啊 我想当时的 沙迪人 还有沙迪教会 他们很快就想起 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 一个的 一个的场面 就是原来当时 离开沙迪城 大概 十多公里 大概十五公里 有一个当时 一个很大的坟场 那个的坟场 很多很大的 那个的碑木碑 在沙迪 刚才你看到 在那个山上上面 远远都可以看到 那个的坟场 不然他们被提醒 哎呀我们是 哇好像很 我们有很光辉的历史 我们现在这个城市 也蛮富有的 但是一看到 十五公里外的 那个的坟墓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正在 预表着 或者代表着 他们有一天 也会落入到 这种的死亡里面 主耶稣说 你的行为 在我的神面前 没有一样 这完全的 他直接的翻译 是什么呢 你的行为 在我的神面前呢 你就是一个 正在死亡 Dying 正在死亡的一个人 或者正在死亡的 一个的教会 主耶稣介入了一个 赤裸裸的思绪 或者可以成为 我们今天的一个警惕 主耶稣说 在人前人后 我们可能是被称赞的 我们可能有很光辉的历史 我们可能是被人家羡慕的 我们看起来是很丰盛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属灵的 但是这边提醒我们 刚才所说的被人家羡慕 被人家称赞 很丰盛 等等呢 是按着人的标准 来衡量呢 还是从神的眼光 从神的标准来衡量呢 人的称赞 一眨眼就过去了 神对我们的判定 是在永恒里面所判定 我们是要得到人的欢心呢 还是我们宁愿 在一些很困难的情况里面 我们宁愿得罪人 但是不因为我们要顺服神 原来所有的东西到最后 我们要紧紧记得 是神说了算 不是人说了算 各位当我们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 这个沙底教会 他不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那个的别加魔教会啊 退啊退拉教会啊 那些教会呢 内部呢 正在被一些假先知 假教师 用一些假教导 用一些的异端来迷惑 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 他们教会里面没有假先知 没有假教师 各位这个沙底教会呢 他也不像我们所提过的 那个世美纳教会 也不像那个的别加魔教会 是有歪在撒旦仇敌的一个的攻击 甚至教会里面已经有人死了 因为复印的缘故 他们没有啊 他们没有这种歪来的一个的攻击啊 所以从人的眼光看来 这个教会很好啊 很平安啊 里面没问题 外面又没有一个歪来的攻击 但是呢 你看 他们却面对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的指责 你的外表看起来是弱的 实际上是正在死亡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信徒在睡觉啊 他们长久在这种很安全 很安逸当中 没有外来的刺激 没有外来的攻击 内部也感觉到非常的好 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提防的 以至于因为很自满 而失去了警醒的心 没有受到异端的这个的影响和侵害 以至于对属灵的事物 失去了兴趣 对学习圣经 失去了兴趣 对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要属灵生命要成长 像耶稣已经不关心了 显得非常的冷漠 冷淡 因为没有外来的攻击 以至于啊 整个是啊 变成这个教会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如果教会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如果教会没有任何的 为耶稣做见证 我是说真正的做见证 那种的施工和行动 撒旦也不放在眼里啊 撒旦说这样的教会 我不需要去攻击他 他自己慢慢会死的 难怪他们也没有受到撒旦的攻击 这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教会还有我们作为新耶稣的幸福 当天还把教会放在这个世界上 当天还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 放在这个的职场 放在这个的学校 放在这个的家庭 上帝的信义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没有见证耶稣 如果我们的生命 跟其他人是没有两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坚持 在这个是非不分 罪恶 犯难的世界里面 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话 如果 我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就不是一个的教会 相反 如果我们宁愿 跟这个世界的 那个的潮流 错误的价值观 整个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有阻力 我们还是坚持下去 诶 这个就是 神把教会放在地上的目的啊 这个就是神把我们放在 世界上的目的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会落入一种 松懈 没有进取心的 一个的状况 情况里面 我在说 如果一个教会 如果一个基督徒 失去了 为耶稣做见证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和心的话 他已经不配 称为教会 他已经不配 称为基督徒 因为已经失去了 教会和信徒的 那个的特质 他其实在属灵的层面 已经慢慢走向死 我刚才花了一段的时间去讲解 这个的沙迪 还有沙迪里面的这个的教会 他们曾经因为啊 他们这个很辉煌的历史 而自信 而自满 而松懈 后来怎么样被这个敌人 轻而易举的 把他供下来 这样的一个的历史悲剧 仿佛今天教会 又再一次要经历 那种轻而易举 又被撒旦 供下来的那种悲剧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是教会的主 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告诉你们 奉耶稣的名告诉你们 耶稣就在你的心中 因为耶稣是教会的主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 耶稣不会放弃我们 所以来到第四节 各位 第四节好比在那个 很漆黑的夜晚 好像没有希望的夜晚 好像这个教会已经慢慢死了 这些弟兄姐妹 属灵的生命慢慢死的时候呢 好像很绝望的时候 好像没有希望的时候 第四节 就好像一个的强光 刮破了这个的黑暗 带给我们希望 第四节说什么呢 然而 哎呀我们 写作文也好 我们看文章也好 看看看看 看到但是 或者是然而 我们就知道 是一个转捩点 如果前面讲的都是 好的好的好的 但是 哎呀我们就知道 最后下来要讲不好的 哎呀老公你今天真群力 哎呀老公你今天真可爱 但是 哎呀就显了啦 对吗 但是这边不是 这边是前面 责备的非常的严厉 然后说 然而 然而在沙迪 你还有几名是微诚误会自己的衣服的 他们要穿百亿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的过 在这样的一个受到主耶稣最严厉的责备的教会里面 还是有几位 是配的过 跟耶稣同行 他们没有因为外在的错误的价值观 外在那些当时那种犯罪的生活 误会了自己的衣服 然后他们要穿白衣 等下我们会详细再讲一讲这个白色的衣服代表什么 未曾误会自己的衣服的 原来当时呢 在一些庙偶像的敬拜里面呢 是需要穿干净的衣服的 所以在这边也用了当时这个外邦世界很熟悉的一个图像 也来形容 是啊同样的 你要敬拜神 你要神祝福你 你要神医治你 你要神跟你同行 或者你要神容许你跟他同行 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属灵上的洁净了 还有呢穿白衣 白衣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提 他是代表了主耶稣 就是这个启示录所讲的被杀的羔羊 所成就的那个的救恩 就是好像一个的白衣 他要披在那些的幸福的身上 而且这个白衣是代表了得胜 这个贫瘾死亡的这个教会还有希望啊 因为主耶稣是教会的主 他是复活的主 他可以把新的生命 更新的生命 赐给这个快要死的教会 也赐给一些快要死的基督徒 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 所以在第一节他就讲了 这个有上帝七个星星的 这个的耶稣这么说 哎呀我们又翻回去 启示录第一章 当约翰看到这个耶稣的 这个的异象的时候 就看到他的手上是拿着七个星星的 我在那时候已经讲过了 这个哪呢不是随便这样拿住而已 这种的哪呢是仅仅把它握在手里面 那种的哪 七个星星代表什么呢 哎呀在启示录第一章也有解释了 七个星星就是代表了七个教会的使者 或者是其实就是教会 主耶稣仅仅仅的把他的教会握在他的手中 主耶稣要保护他 主耶稣要提醒他 主耶稣要更新他 主耶稣要把生命 而且是复活的生命 吃给他 所以他就为教会提供一个的出路 我们来看第三节 所以 同样的这个连接词也让我们知道 前面讲了如果有所以的话 前面是很重要 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去知道 接受下来要怎么样做 所以第三节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 怎么样听见 又要遵守 一定要回想 要回想当初为什么我要信耶稣 要回想当初 我流着泪 我心里面被圣灵的一个的激动 以至于我说主啊 我需要你 我要你成为我的救主 回想 悔改 遵守 你看耶稣没有把那些更加重的东西 更加多的东西叫他们做啊 没有啊 做回以前 当时是怎么样决定要做一个基督徒的 继续保持 继续保持就好了 各位当我们看这个方程式啊 这个formular 这个revival formula 这个的复兴的方程式 回想 悔改 跟遵守 你看圣经 第三节 你看第三节的前面的第二节 还有你看第三节要结束之前 警醒 都出现 意思说当我们要去实践 那个的revival formula 这个的复兴方程式的话 用什么态度呢 用什么心智呢 用什么的一个心意呢 还没有讲这个formular之前 讲警醒 讲完这个formular之后 又再讲警醒 很明显 耶稣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教会 如果我们自己要经历主耶稣的一个更新跟福兴的时候 警醒 是那个落实 或者时间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的态度 事实上各位 所以为什么我要你把圣经打开就是这样 我们时常都会回到圣经里面 事实上主耶稣对撒迪所说的第一句警戒的话 就是第二节那边 你要警醒 这个是 你看还没有讲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警醒 这个真如 哎呀 当头邦赫 打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很沉醉 他们很自信 他们很放松 很松懈 他们很自满的时候 主耶稣一棍打下去 不至于打死了 但是能够起到非常明显的一个提醒的作用 你要警醒 不然间他们就想起 他们实在在这个沙迪城 忘不了的那个历史的教训了 就是因为不警醒 认为不可能被攻破的城堡 就轻易两次被攻破 各位要警醒这边呢 在原来的意思里面 是不断 持续不断的一个的动作 因为这个的希腊文 跟我们的英文有一点相似 总之它比英文更加的精细 我们英文有 Past tense 有Present tense 有Continuous tense 就是之前做的动作 然后现在正在做的动作 正在做的动作 和以后要做的动作 Future tense 这里呢 类似英文里面的那个Continuous tense 就是呢 你要持续不断 不是今天感觉到 哎呀 主提醒我 就算你过得很顺利的时候 也要持续不断 哎呀困难来了 持续不断 总之就是一个 持续不断的一个的动作 持续不断的一个的态度呢 直到耶稣再来 警醒 各位我告诉大家 主给我们的教导 或者说说 圣经里面 新约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教导 没有比要警醒 出现的更多了 换句话说 在新约里面 要警醒这个教导呢 是出现的最多次 是最主要 我们很关心 世界末日 其实我不喜欢 我在教导圣经的时候 我不喜欢讲世界末日 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世界末日不是末日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世界末日是神做的一个的审判 然后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还有新天新地 但是很多人就把焦点 放在世界末日啊 等等啊 什么大灾难啊 等等啊 好 当然那个也重要 所以主耶稣 在这个马太福音 第24章25章的时候 他就讲了 很多 世界末日 要发生的事情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到处有低陈 饥荒 等等的时候 耶稣说 要用什么心态 来面对 这个的 所谓的世界末日 还有主耶稣再来呢 他结束这个的讲论之前 他一口气 讲了这四个的比喻 我们没有时间 在今天晚上 哇 每个比喻去讲 但是大概我深信 你都听过的 这四个比喻 一哥的中心的思想 是什么呢 警醒 同样的 在马可福音里面 这一段经文 也是讲到末日的时候 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看 短短几节经文 警醒 警醒 出现很多 在新的圣经里面 我在说 没有 其他的一个的教导 或者吩咐 是比警醒更多 原来这个是要主耶稣 要我们 所抱持的一种的心态 来等候他在 或者我应该这么说 耶稣没有教我们 把很多的注意力 放在世界末日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比 哇 这个COVID-19 又等于什么 这个的地震 又等于什么 那个的饥荒 又等于启示 那样什么 没有啊 耶稣没有很清楚 这么讲 但是耶稣 很清楚的讲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个态度 不是好奇 是警醒 但是警醒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 等候主 耶稣说 我来的时候 好像贼一样啊 我们不要直接就 哇 耶稣是贼啊 耶稣是小偷啊 不是 是你的意思说 耶稣几时来 就好像小偷 或者贼几时来一样 各位你知道 贼几时来吗 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 所以我们每次 晚上一定要锁好门啊 锁好窗口啊 如果家里面 有alarms的话 开alarms 哎呀我还记得 特别是我的孩子 还小的时候 有时出远门 去到国外 最放心不下 哇打电话 哇叫他们 耶稣好来 稣好来 门窗全部要关好 alarms要开啊 然后吩咐 我的大女儿 她的比较大 比较懂事啊 哎提醒妈咪 一定要开alarms啊 哎呀 一个女人 带着两个女孩子 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 治安不会太好 真太担心了 因为我们真不知道 小偷或者坏人几时来 耶稣也用了这样的语言 不知道几时来 耶稣说我也不知道 只有一个人知道 或者只有天父上帝知道 所以如果今天某某人跟你讲 啊某年某月 耶稣来了 直接告诉他 你是假先知 或者说哇你很厉害 你比耶稣还厉害 因为耶稣不知道 他知道 所以各位 正因为我们不知道 也正因为耶稣来 是一个一定的事实 因为启示录结束之前 三次哈 耶稣说我必快来 我必快来 然后约翰回应 主啊我愿你来 为什么三次呢 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了 而不是今天才有的哈 希伯来人 或者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要表达一样 他们要把一样东西 讲得最极端 讲到最厉害的时候 他们就讲三次的 耶稣的荣耀 耶稣的圣洁 要怎么表达呢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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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书里面 要表达人生很虚空啊 怎么样表达呢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所以在这边 启示录要结束之前 要带出来的一个事实是什么 耶稣一定来的 只是几时来不知道 正因为不知道 所以要警醒 时刻要警醒 猴睡不睡 我们警醒了九十九年 第一百年 我们说哎呀放松一点 就是那个时候来 你说 怨不怨亡 是吧 怨不怨亡 就正如沙迪城 哎呀防守了一百年 没问题 防守了九十九十年 没问题啊 根本都攻不上 就放松那一年 或者那一天晚上 就偏偏是那一个晚上 敌人来 你把睡不睡 等候主带来 让我们警醒 保罗说了 不要睡觉 要警醒 第二 防备我鬼 特别是在 彼得前书这里 说什么呢 他形容魔鬼 形容的 最透彻的意思 他说这个撒旦魔鬼 我们的头地啊 偏地游行 寻导可吞彻而已 意思说呢 他 好像一个吼叫的狮子 偏地游行 这样到处走 寻找什么呢 寻找可以 可吞车的人啊 那些警醒的 他吞不下 那些松懈的 他一口咬下去啊 就是讲这边 一口吞下去 骨头都不吞 不吞出来啊 各位让我们不要成为 撒旦魔鬼的 这个的目标 时刻警醒 封主的名 来抵挡他 更何况 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 只要我们警醒 只要我们时刻认定 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 撒旦魔鬼 根本 一根头发都不能动我们 他看到我们 如同他看到 主耶稣 还有圣灵 成为我们的印记 他远远就要离开 但是我们要警醒啊 第三 就是用警醒的态度 抵挡这个的试探 如果我们不用警醒的态度 抵挡试探 抵挡罪恶的时候 我们慢慢会对罪恶 对试探麻木啊 我们慢慢会被这些 世俗的错误的价值观 来同化我们 我们觉得没无所谓啊 但是呢 主耶稣说 要指你 我讲一个例子吧 在我们的年代 或者在我们爸爸妈妈的年代 婚前新行为 是很羞耻的 哪里敢说 更何况说 微婚生子 那今天 好像不是一回事 你说如果我们对罪失去警醒 对罪失去这种的敏感 我们就变得麻木了 好 对抗异端 好 这个在之前讲过很多了 也不必长篇大论 耶稣怎么样应许 那些得胜的人 在第十五节那边 因为主耶稣相信 当中一定有人得胜的 所以他就给阴学 第一 身穿白衣 听在撒迪人 还有撒迪教会的耳朵里面 他们忽然就想起 我们最出名就是生产 这些的羊毛 的衣服 但是耶稣说 穿白衣 当时的人呢 在什么场合会穿白衣呢 有三种的场合 他们会穿白衣 第一个场合 去开party的时候 就是服宴会的时候 穿白衣去 第二个场合 打仗胜利回来 穿白衣 哇 大家来欢迎你 很光荣的精神 穿着白衣 那些的将军和士兵 第三个 穿白衣是什么 那些带领 敬拜的基师 会穿白衣 所以耶稣说 如果得胜的 我要吃给他 这个的白衣 就用了那三个场景 服宴会 有一天我们要 服高阳的宴会 要穿着白衣 穿着这个 救恩的白衣 第二呢 要像一个得胜的人 那个得胜的将军 打圣战回来的 第三个呢 就是那个 敬拜的基师 基师跟神 有一个非常 密切的一个关系 我们穿上这个 救恩的白衣的时候 我们就跟主耶稣 是完全的生命 连接在一起 带着欢乐 带着得胜和荣耀 跟主谈心 第二 主耶稣说 你的名字 不会被 从这个生命册上 被翻掉 他们也非常熟悉啊 原来当时在 罗马帝国的城市里面 那个的总督 都会有一本的 公民册 这本公民册 在写着城里面 所有人的名字 在什么情况之下 这些人的名字 会被这个公民册 上面除去呢 犯罪 或者是死亡 就会割掉 就是说 这个人不再属于 是我们这个城市的 所以就用了 这样的一个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个的比喻来说 上帝的手上 有一个生命册 在启示录 最后的时候会提到 如果生命册 里面没有名字 他的下场 就是跟撒旦魔鬼 在那个火湖里面 BBQ的 被烧的 如果那个名字 没有在这个生命车上面 不能够进去 这个荣耀的耶路撒冷 这个新天新地 所以各位 千宝万宝 一定要确保 我们的名字 是在生命车上面的 最后 主说 我要在神面前 我要在中天使面前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 我 我要请神 来我的父啊 我要请他成为 见证人 我要请中天使 成为见证人 我要在他们面前 认你 这让我们想起 主耶稣在 福音书里面 曾经讲过的一句话 他说 不是那些 凡是称呼我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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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都能够进天国 他说 那个时候有人说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 敢鬼吗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 一兵吗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 我多么的心的侍奉 主说 我不认识你 离开我去吧 因为 不是从人的标准 从主耶稣的标准 确保我们有一天 是穿着百衣 得到这个救恩 这个的保护 得胜 与主耶稣 生命有连结 然后呢 确保我们 圣灵车里面 一定要有我们的名字 你去参加旅行团 你非常在意 哎呀 这个旅行团 买机票的时候 有没有漏掉我名字 那个漏掉没关系啊 补上去啊 但是这个漏掉 不要开玩笑 我们大家一起 彼此提醒 也彼此make sure 我们大家的名字 都在那边 然后主做 我就会承认 好 最后我们来 做一些的反思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 这个的分享 有一个 有一个的人呢 他就用 稍微幽默一点 比较一下死的教会 跟活的教会有什么分解 我们来看 他说活的教会 常常有parking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 不够parking 死的教会没有 你随便park 哪里都可以 活的教会 经常改变方式 因为不断有人 很活跃 这个的教会 所以不断的 要去改变 回应 人的需要 死的教会 不需要这样做 从精实直到 永永远远远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没有任何的改变 活的教会有很多 吵闹的年轻人 那些年轻人 常常在那边 complain这个 complain那个 没关系 让他们吵吧 这个是 活的教会的 一个的现象 死的教会 很安静的 活的教会 经常缺少同工 死的教会 是过多 活的教会 经常 在金钱上 入不付出 因为事工很多 人的需要很多 福音的工作 很多 死的教会 恐怕像 沙迪教会这样 很有钱 收入 多过支出 在活的教会里面 增长很快 以至于你 低不及 来不及 记大家的名字 因为一直 有新朋友来 在死的教会里面 你牢牢记得住 每个人的名字 因为就是 那小猫 两三只 活的教会 凭着信心前进 死的教会 凭着眼见 这个不能 那个不能 这个危险 那个困难 活的教会 No 封主的名 我们就能前进 活的教会 充满这些 给tide 就是给食欲奉献的人 他们是门徒 他们尾声 他们有信心 死的教会 充满给小辈tips tide跟tips 的分别 tips就是 一时一时啦 随便随便啦 OK啦 今天领餐 OK啦 我开心啦 给多一点啦 今天这个讲到 讲到你看到现在 还不要下来 下车给少一点 活的教会 为当地做梦 很多梦想 死的教会 奄奄一息 活的教会 把教典放在 人身上 死的教会 把教典放在 活动 或者是节目身上 在死的 在活的教会里面 字典没有不能 在死的教会里面 只有不能 活的教会 向人传福音 使到他成为 信道的人 死的教会呢 死人变成花石 在那边僵硬 一动又不能动 这个不是我 所讲的 是这个叫做 POP 摩黑 一个的 圣经的学者 用幽默 但是我觉得 能给我们 很多 很多的反省 今天在 沙迪 一个的角落 有一个 死的教会 这个教会 已经没有人机会了 我们就去到那边 也回想 这段的经文 但是我深信 祝真如 是你屁事为啥 只要 只要 我们 信靠 耶稣 他说在 沙迪里还有几位 是微诚 附会自己 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 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 黑的过的 我们深信 礼拜堂 可能因为 历史 各方面 或者人的软弱 被废治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 我们心中有耶稣 这个 符合的耶稣 我们与他 同行 死的教会 也可以再次 因为主耶稣 基督的符合 再次 成为佛的教会 这是我们的宣告 我们来报答 亲爱的天父 圣地求你 自恩怜悯 我们 让我们不要在 舒服的环境里面 我们过于自信